配合离大佛学会成立45周年,一群在籍学生和毕业生通力合作打造一个佛曲舞台剧,希望透过舞台剧弘扬佛法之余,也让毕业生和在籍学生一起交流。 这次的舞台剧参与演员加上幕后工作人员大约有150人,从筹备到排练演出,先后只花了五个多月。 对于这些都不是正式的舞台剧演员以及幕后人员来说,这无疑是一项挑战。 其实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时间紧迫,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在籍学生,也有一些是理大毕业生,就是回来支援,就是帮忙唱的部分。 那么大家都不算是非常专业培训的那种歌手或者是演员,所以变成是这五个月里面我们是用非常速成的一个方式,就是让大家赶快表演来到位。 来自中国的崔盈月在舞台剧中担任了古争独奏的重任,对于第一次参与大型舞台剧演出,能够成为当中的一份子,让他深感荣幸。 音乐方面的一些音调的一些问题啊,然后他们因为有一些副曲是大多是用电子琴或者用吉他弹出来的,很少是用鼓针呈现,所以有的时候当用鼓针弹出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可能会不一样。 这次的舞台剧音乐相当多元化,呈现的方式和曲风也和一般的佛曲舞台剧不一样。 除了有戏洋乐队,也加入古争独奏还有手语等等。 动静佛曲舞台剧将在这个星期六在理科大学礼堂公演。 NTV7 槟城采访报道。 、世纪、世纪秀、秋好、月平平平平。 加上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